9月24日 大卫·贝克汉姆以一身西装在中环四季酒店出席保险品牌的发布会 贝克汉姆表示前几天去了长城游玩 这也是自己第一次去长城 在游玩时有聆听小朋友讲解历史 觉得中国文化远远流长 中国人很有智慧 去了广州后就来到香港 这几天感觉十分愉快和享受 贝克汉姆希望自己和家人都能活得健康长久 和拥有更好的生活 他透露会以自己为榜样去教育子女 遇到有压力和不幸或伤心的时候 我会告诉他们是幸运的 会为孩子做到最好 平常也会和太太维多利亚·贝克汉姆 透过视像通话了解孩子们的动态 贝克汉姆坦言 自出世至今没想过自己是一个领导者 一直只想踢足球 感谢家中有一些基础支持自己 自认为所有的成功都是来自于会听取家人的意见 谈到有传太太怀生第五胎 预产期是明年三月 他就否认指这天没有公布任何相关消息 非凡娱乐 香港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